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是爱情最美的一个终点 但是很多人说结婚之后 爱情真的来到了终点 甚至是冰点 那么到底结婚之后 两个人感情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爱情不再升华成亲情的时候 你能够接受吗 有没有可能情人升华之后的感情 反而是最可贵的真情呢 今天来听听看来宾们的分享 好 马上接受我们今天现场 第一位来宾 甜美人妻静香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静香 好 我们蜡漆主播 惠人欢迎 静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健身型男陈轩欢迎 大家好 我是陈轩 好 我们作家杨琴哥欢迎 好 我想先问一下 你觉得结婚之后 跟另一半的感情 升华变成家人 那种亲情 家人般的感觉 你觉得很棒的 帮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不要不要 我要当情人的甜蜜举红牌 请举牌 男生都觉得家人很好耶 所以这只有落差才会有些问题 真的耶 我两个都想要 真的 你们都不要情人了吗 还是外面 不是 如果有更好了 没有更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静祥 你是说你是婚后才发现 道远的真面目 是啊 因为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远距离 我在南投 他在台北 所以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约会的时候 都是保持完美 很好很好的形象 可是我发现 我好像上了这一船 结完婚之后 你相处之后 你就发现 天啊 林道元你怎么会是这样 他怎样 好邋遢 好不爱干净 好脏喔 完了 他这集播出 他会骂我 他回到家 每天回到家 他就是习惯说 褲子就是玄关一进来 脱完鞋子 边走边脱 鞋子脱完之后 就褲子就这样脱下去 立在 还是立在那边 两只脚的洞洞洞 还在那边 然后就上衣脱 然后皮包钥匙再丟 而且是一路丟 他不是丟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当他进到房间的时候 已经剩下身上的四脚裤了 然后我就会一直碎念他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这样子沿路都是你的东西 他觉得沿路有人帮他剪就对 他觉得说我等一下要出门 因为他觉得他刚刚出去 可能只是去楼下缴个账单 或买个东西 他如果等一下再去接个小孩 还是要干嘛之类 他就在沿路再穿回去 对 那个脚 因为他们是立体的 那个裤子的洞 他就这样子再踩回去 然后拉起来就好了 然后这就算了 我还发现他不爱刷牙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跟他说你没有刷牙 我不想跟你kiss 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 因为早上起床 然后他等一下就要吃东西 那他觉得我等一下吃完东西 再一起刷牙就好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是那种起床 我一定要刷牙 刷完牙我才能去吃饭 可是他觉得我吃完东西 反正就是脏 我等一下一起刷就好 可是他的等一下就没有等一下了 他就那一天就都没有刷牙 一直到晚上睡觉才会刷牙 这个牙医来跟他讲应该 那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他没有这样子天天刷牙 早上刷牙 晚上刷牙 他的牙齿状况还不错 他很少有蛀牙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是 他很爱放屁 就是放的屁又是那种大响屁 他一天就是死几个大响屁 然后你就会觉得 天哪 我老公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是因为他身材比较高壮 所以放出来的屁都是响的 我发现我错了 是他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然后你知道我又是刚嫁进来的媳妇 我又不能说什么 我只能去适应 对 然后我就是常常就会说 你们家怎么这样 然后结婚以前又不是这样 为什么结完婚会变这样 你以前就不是 我就觉得你以前很爱干净啊 而且你开车来接我的时候 你的车都非常的干净 车子里面都非常的整齐 然后他不容许那种脚底 那个鞋子是有土 有灰尘之类的 所以他婚前演这么大 我也不知道是演还是真实 知道很多啊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我们是家人啊 为什么你要在意这件事情 你要在意这些事情 你就是应该要接受 这最真实的我啊 然后反正我就是会一直碎念他 然后念到最后他就会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念了 我真的觉得我娶了一个阿嬷回家 因为结婚以前都是阿嬷会去念他 这种东西乱丢的事情 然后结完婚之后 阿嬷发现说 我还蛮会念他的 他觉得他可以不用再继续念道远 可是道远就觉得 以前结婚前有一个阿嬷念我 现在我娶了老婆回来 又多了一个老婆念我 怎么会这样 好 但他说不想要你变成阿嬷 但他肚子饿就会想到阿嬷 是啊 我们以前交往的时候 我每次上来台北找他约会 他就会带我去士林夜市 我们交往一年半的这段期间 他带我去十几次士林夜市 这样次数应该算多吧 很多啊 因为平均一个月会去一次 然后他每次去士林夜市 他就是一定要吃他 他想吃的那一些东西 然后吃完就跟我说 我们吃饱了耶 我们可以走了吗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不是要来逛街吃吃走走 约会一下吗 可是他的目的达成了 就是来吃美食 目的达成了他就想走 然后结完婚之后 我们大概一年去不到两次 因为每次我想要去夜市吃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老婆可是我想吃你煮的 阿嬷的招牌 乳排骨啊 虾松啊 还是牛肉汤 他就会开始指定 所以我都觉得他把我当阿嬷 就是说他好像娶了一个阿嬷 可是他真的就把我当阿嬷 可是也是依赖你啊 他是依赖我没错 可是我还是偶尔想要有那种 情侣之间约会的那种甜蜜感 对 好像你取代了某些 家人的功能 但是少得情人甜蜜 好 慧蓉你一样 在交往的时候 你们都是超完美形象 面对对方 对 因为一定是约会之前 想办法一定要把自己最帅啦 最美一面展现出来 像我先生 我几乎是在结婚之后 我才看到他戴眼镜 因为每次出去约会 因为他都一定是戴眼镜 然后胡子一定刮得干干净净 就打扮得帅的那一面给你看 对 从来没看过他穿棉裤啊什么 当然不是说棉裤不好看 这边有健身教练 不好意思啊 但是就是他会把就是自己最 他觉得最帅的 最型男的那一面 又拿出来 所以每次都是戴眼镜 那我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啦 我也是很注重就是 例如说我们约好说 过两周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要去哪里约会啊 我甚至还会提前制装 就想说不知道要穿什么 不然有理由去买一套好了 然后就从头到脚买一整套起来 所以我平常没有那么常买衣服 可是就在跟我先生那时候 还在交往期间的时候 那一阵子真的是衣柜塞爆了 买了很多套 就每次出去就想说 我要穿一套不一样的衣服 来给他看 对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确保双方都昏了头 才可以这么快解脱 但是婚后发生什么事情 有够离谱的就是以前呢 在交往期间真的你说一 他就记得一 你说一二三他就记得一二三 现在你跟他说一二三 他记得ABC 然后礼物呢 我都觉得他是故意要乱送 就想说反正都送一些奇奇怪怪的 你以后就会跟他说 不要送了 就现金上缴就好了 因为就是有一年生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然后就是某 某劈开头牌子的手链 等同等级的 我想说也是索架啊 就是蛮高档的 那应该是不错吧 然后打开一看 我就僵在那 然后他说怎样不喜欢吗 我又不好意思说 这到底是什么啊 对 然后就长得很 就是反正我不会想戴就对了 我就戴出去会有点掉漆 然后呢 有一次就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 我就想说给他个面子嘛 他可以跟人家炫耀一下 那个是花不少送的 对 我就戴出去 就他朋友说 邵智 你怎么把那个晒衣假 晒衣链啊 一环一环一环晒衣链 怎么挂在手上 对 真的是当下我就想说 还好有人帮我说出来了 这尴尬的是你自己 就不是我说的 反正就是你朋友讲的 对 从此之后 我们就默默地 再也没有人提到那条手链了 然后还有 例如说我跟他交代说 我要喝某个牌子的咖啡 然后我跟他说不要买奶茶 我要喝咖啡喔 带回来 奶茶 就是会做这种事 你看我已经预想到下一步 他就是可能会把A搞成B 所以我跟他说是A不是B喔 然后带了B回来 这你会吵架吗 就是我会翻白眼 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 就是有些事情 就干脆我自己来 我也不要交代他 对 因为只会气到我自己 欧阳 杨晴哥 这种我想在恋爱的时候 想要营造双方都很完美的形象 希望对方都很喜欢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了 但婚后真的真面目会显露出来 差这么多吗 还是婚前就应该慢慢露出一点 真面目 两位都没有 在家里面都不会穿睡裤吗 那种阿嬷装睡裤 不会 其实 没有啊 你都穿这样睡 上去 我会 我是这样子想 因为为什么会变这样 就是说 没有人会到处乱放屁 他只有在家人面前会放屁 为什么 因为他就有安全感 那他是这样被养成的 在他们家就有这个文化 我放屁 可是你不是这种家庭养成的 你的家庭是不放屁的家庭 所以其实他应该也要 满足你这方面 我是觉得 不是说你嫁进来这个家庭 其实你是陌生人 对 对其他人来讲 其实他是陌生人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互相体谅 当然你可以融入这个家 你可以融入这个家 会做阿嬷的菜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你老公被满足了 其实他应该要满足你 你需要的那一方面 但我觉得说 送礼物这件事情 其实我心有齐齐焉 因为我也送了我老婆一个项链 他从来没戴过 后来他就不要我再送 他说很土 很想知道款式怎么样 这款式的问题 可是我先生婚前送的都很正常 我在想他是不是婚前有顾问 有可能 对 有问过 然后后来就不用问 我自己的眼光我要送你 就靠自己选就都错了 对 都是错的 其实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关系 在这么亲近的状态下的时候 应该是互相的 就是你满足他 他满足你 这样你们两个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好 就会达到某一种说 你要的那种情侣的关系 会回来 虽然不是说每天出去约会 你们以前没事干 每天出去约会 但是现在怎么可能 又有小孩 又有什么东西的 柴米园园酱 天天在等着你 不可能天天去约会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在每一天的事情当中 看到你喜欢什么 我可以做一点什么 就是去士林夜市 这么简单的事情 哪里面好 如果我老婆这么容易被满足 我就天天带她去士林夜市 结果我发现我老婆更容易满足 她喜欢去 就是有些时候去郊外的步道 她喜欢捡叶子 你知道我太太是画画的 她说没有什么比上帝画的叶子更美 她说即使是吊在地上 它的那种层次 它的那种美 我就想说那么容易 我还不用买那个很奇怪的晒衣链 剪叶子回家送它就好 我就带她去 然后她就会再剪 然后你知道我其实对这种东西 我没什么美感 那我就想说好吧 下一次我也跟你一起剪 我有一次我就剪了几个 然后我就说那你一起把它 她喜欢把它摆在白色的纸上 然后拍照 然后就真的会有另外一种美感出现 这样子 然后她有一次她就说很感动 我会陪她剪叶 因为她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我真的不是这种人 可是我在想说你那么喜欢 那我就陪你一起玩一玩 可是我剪的只是 很简单的层次的东西 所以互相满足对方 那个恋爱的感觉可能就会回来了 对 那另外关系改变 我觉得这都蛮巨大 当从情人变成父母亲的时候 你要怎么调试马上回来 好 慧容你说另外一个身份改变 就是当了爸爸妈妈之后 爱情的成分就越来越低了 对 就是生活上呢 真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呢那种情啊 爱的啊 最近我才问我老公说 是多久你没有对我说过 你爱我这三个字 我们两个就沉默了一下子 对 好像好久没有这样子来 讲一些肉麻情话什么的 而且之前呢 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那个贴图有没有 都是一堆爱心飞来飞去 现在都喜欢传一些丑图 就是有一个阿伯露着一毛那一种 都现在很喜欢用那种贴图炸我 我现在也是直接炸回去 就是你要传这些 我也跟你传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爱情的贴图 已经变很少了 那我常常都会开玩笑讲说 我家的床 我们家一张床翻桌率很高 因为就是我是白天一般的上班时间 然后我先生是上大夜班的 所以人家不是开玩笑讲说 夫妻啊 夜间部同学啊 我们不是 我们就一个白天的 一个晚上的 我们就是同寝室 然后不同班的室友 然后呢 加上说 因为平常就是我先生 跟我的时间是错开的嘛 就是那张床 晚上我跟我小孩用 那张床白天我先生用 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其实很少 好处就是说 比较少碰面 比较少吵架 可是坏出什么 一吵 可能就要等很多天才有办法 真正的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好好来聊天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他好像状态不太对 因为我先生是个就是 比较闷骚性格 脾气非常好的男人 结果呢 有一次 有一阵子就是那时候顾小孩 我们为了要瞧说 到底谁顾的时间比较多 比较少这件事情 那一阵子就是关系有一点僵 然后有一天我想说 不然放松一下 我们出去跟朋友小桌一下 结果那天就是 有点突然发酒疯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样子 他酒瓶一直都很好 就喝多了就是小睡觉这样子 就他那天就是 有点就是要拍桌子 然后要骂脏话 就为了生活一点小事 在那边发脾气 我想说他怎么了 对 他压力太大吗 对 他朋友跟我讲说 慧容真的你要体谅一下他 他只是都没讲 我就因为觉得他没有讲 所以我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说 真的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你给他的压力吗 可能是在生活之中 就是有些事情我觉得 我们分配好任务啦 就是你该做的 你要把它完成 你为什么这个也没做到 那个又买错 类似这种状况 然后或者是说 像慢慢的孩子 可能有时候大一点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这个教育上面 你一定会凶小孩的 尤其是我是那个黑脸 我是虎妈 他就是半白脸的那一个 他有时候听我骂小孩 骂很凶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有点挣扎 他可能又想要来 前有几句 可是我们就是属于那一种 彼此教小孩的时候 就不要插手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 进到房间里面 关起门来 等我把孩子给标完了之后 他可能再出来缓解一下 那可能那些情绪 他一直累积在他身上 那我在那一次之后 我才意识到说 夫妻之间真的有时候 要沟通这件事情蛮重要 但除了沟通 就是对方不愿意 讲出来的时候 真的也要自己 可能细心一点 去察觉到他的不容易 因为他你刚刚讲 他很闷嘛 所以他很多心情 是不会讲的 你可能觉得这个又没怎样 你又没讲 对 那你们为了小孩的问题 会常常争吵吗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 孩子应该要学点才艺 学点不一样的 就会想要给他做一些安排 可是我先生是属于那一种 就是放飞他 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成长 最好的那一种 就是我都觉得算 放乱式的 你是不是想要搬去乡下 就你跟我讲 对我们先达成共识嘛 我觉得好山好水也很好啊 可是我觉得既然我们 现在生活在台北 有一些竞争压力 还是有的嘛 那不一定说一定非得要念书 就是有些才艺啊 可以陶冶一下心情很好 然后就想说 时间安排 结果呢 我先生就是说 那不然你看你自己 有没有办法送 因为白天他也需要休息嘛 刚刚讲到大夜班 那我说好啊 那我送 就送了几周之后 也知道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 这很难坚持说 我一定要固定休礼拜几 就为了送小孩去学才艺 就后面我也坚持不住了 然后那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后来我才发现说 先生对于角色 就是说他是我的另一半 这个角色扮演 跟他是孩子的父亲 这个角色扮演 他的做事方法是不一样的 当我一直去要求他 说应该要配合帮忙送小孩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太乐意 可后来发现呢 孩子慢慢大了 孩子会主动说 爸爸我想学这个 我想学那个 尤其是我家是女儿 上辈子的情人 好 没有问题 马上答应 现在都他任劳任怨 所以谁是发问者 蛮重要的 对 因为他可能觉得是 老婆在要求他 压力又来了 是 然后小孩讲是需要他 成就感就出现 就差这么多吗 我是个负责任的爸爸 我要当好爸爸 静祥 你是当妈之后 跟道远关系也发生变化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 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我嫁进来邻家 因为我们是跟阿公 就是三代同堂住在一起 那阿公就是非常的 日本大男人的那种思想 所以阿公就觉得说 姓邻的是自家人 不姓邻的不是自家人 所以我必须要包办 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包含煮饭 洗衣服 整理家里 那孩子一出生之后 阿公他们会认为说 孩子是你们自己要生的 所以你们就是要自己雇 他们不会帮你雇 那那时候道远开烧烤店 所以他白天晚上 他都在烧烤店那边忙 所以我是自己一个人 要去照顾孩子 又要做所有的事情 我那时候好希望 我的先生是一个神队友 可是没有办法 我希望他可以帮我 就是雇一下孩子 可是他就会跟我说 那个小孩子 暖暖的 小小的 我不敢帮他洗澡 那他就会想说 要帮我分担 就是可能包尿布 换尿布这件事情 可是当换好尿布的时候 他就会说 老婆你再帮我检查一下 那个尿布有没有包好 我就觉得 好 算了 算了 我自己来做好了 真的是太 你做就是帮到吗 因为我要再做一次 所以我整个会把 我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孩子身上 因为孩子就只能 是我一个人带 然后到有一天 他就突然跟我说 老婆 我觉得 你好像眼里只有孩子 你好像眼里开始没有我了 吃醋吗 他就比较没有办法 接受这件事情 对啊 你们后来连续庆祝结婚周年 也不开心 也不开心 我们曾经 周年 其实都愿意去庆祝了 应该就重温旧梦啊 本来是这样想 因为我们结婚八年嘛 我们第一次庆祝结婚周年 今年是我们结婚嘛 一周年 那那时候我就已经 怀孕好几个月了 所以那一次是很开心 两个人一起庆祝 因为没有孩子的世界 孩子还在肚子里面 所以两个可以很浪漫的享用 今年那个晚餐 那第二次庆祝的时候是 老大跟老二都出生了 我们就想说 哇 结婚这么多年 只有去庆祝一次 所以那一次我们就说 好 我们就两个孩子 一起带着四个人 一起去庆祝 吃个大餐 他就带我去吃了 高级铁板料理 结果呢 那个整场下来 哇 太崩溃了 一下这个哭闹 一下这个吵闹 本来吃那种铁板烧 你可能要吃一个半小时 因为他会一道菜一道菜 慢慢上嘛 你要优雅优雅吃 然后再喝个小酒之类 可是我们大概撑到 三十分钟至四十分钟 我们就跟服务生说 你可以一次就把我的菜上齐 我就一次上齐 一起吃就好了 你不用这么温柔优雅的 让我一道一道慢慢吃 所以那一次的高级料理 我们吃了四十分钟就结束了 我就觉得天哪 为什么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想要好好的庆祝这件事情 都这么难 也不过你们多了跟孩子相处的 乐趣 是崩溃 那不叫乐趣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时光 譬如说去逛个街 看个电影什么的 我们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看过电影 五年耶 甚至连牵手都没有办法 像这样的状况 牵手这么简单 怎么会没办法 不是啊 因为我们带两个孩子 一个牵着然后一个抱着 那老公又有可能要背妈妈包或推推车 所以我们的手都是在孩子身上 没有办法两个人牵手走在路上 是 这样的状况 其实所有的这种年轻夫妻应该都要有喘息时间 那这种喘息时间通常是阿公阿嬷帮忙的时候 那阿公阿嬷不愿意帮忙 那怎么办 有一种方式是 以前我们有就是几对夫妻 就是有时间大家说 互相包装 我们这两对夫妻去休息 然后全部送到他们家去 对 就是有互助团体 必须用这种方式 要不然你们没有喘息空间 其实你们到最后会崩溃 就是会崩溃 我跟朋友两个家庭出国旅游也是这样子 我的小孩先送你房间 对 明天晚上你小孩来我房间 类似这样子 互相反省一下 不然就是再撑几年 小孩上学之后 对 我们平日 就是一直到小孩上学之后 才真的去看电影 OK 好 就是好像这毕竟的过程要撑住 但是对很多男生来讲 可能觉得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婚姻这个过程 没有太多太多的反琐跟压力 不想承受 只想自己一个人 这样行得通吧 马上回来 今天这个来宾唯一单身代表就是陈轩 你会单身听说是从小就已经认定 你觉得结婚就是会离婚 怎么这么悲观 他们三个都没有 很好 那也是我梦想中的状态 但因为我从小就担心家庭 然后我是妈妈代大 我妈当初是22岁生我 然后在我四岁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所以我对于爸爸那边印象比较没有 但是就我长大之后听到的资讯是 可能爸爸结婚之后有酗酒 打麻将这种的习惯 然后就是不太顾家庭这一块 所以导致我妈在婚后反而没有像她 当初想的那样就是幸福美满 他们离婚之后呢 那我妈她也有交男朋友 对 那她交男朋友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也还小 我在国小国中 但我其实感觉出来她 还是没有很开心 就她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觉得 离婚后有点可能自卑吧 所以导致她带着这个心情 交了新男朋友 还是一直在吵架 然后就除了我妈之外 其实还有我们这一辈的 最大的孙女唐姐 她是我们最早结婚的 然后她也是结婚之后 然后没有几年就离婚了 那主要的关系好像是因为 结婚之后男生的压力变大了 男生想要扛起一个家 所以她很努力去冲事业 可是就会让 好像让我唐姐会觉得 没有时间陪她 就是反而就是关系变梳理 可是男生是为了想要 撑起这个家 所以是反而去做更多时间 在工作上 但我唐姐都觉得 这不是她当初想的结婚后 应该要有的样子 所以没几年也分手了 不不 离婚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结婚这种当初那种 冲动的感觉 就是真的会 要想清楚 对 结婚就是要靠冲动了 还想清楚 想清楚就比较困难一点 对 想清楚就归结婚了 你可以要那个冲动 接下来几十年后 我就想这个事情 好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你其实动过想婚的念头 对 就其实有 就我可能 我上次来的时候 也是在分享这一段 就是我有一个七年的女朋友 就是我们在一起七年 同居七年 然后各种生活 就是柴米油盐酱酥草 我们从学生到出社会 都经历过 然后我也觉得那样的生活 很幸福 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 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 一定要有一天 就是完全放下来 就是互相陪对方 那时候会觉得 我跟他真的很合 就是个性上跟生活作息 都很合 然后会 所以那时候就有跟他 讨论到一些关于 结婚的事情 但是后来可能 因为我自己的事业的规划 然后我走向了 可能比较偏演艺圈这部分 因为我们是同学 但是他走向本科系的路 我走向演艺圈的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我的未来变得没那么确定 我不敢给承诺 经过讨论之后 我们就还是决定 就是我们就分开 好理性喔 七年的感情 就是因为人生理念 有点不同 那你那一段分手之后 你有在谈新的感情吗 就是对 因为那一段七年的感情之后 我反而进入下一段关系之后 我的心态变了 就是我不想要跟一个人 有五年以上的规划 或甚至两年以上的规划 但我会先跟他讲 我会跟就算我上一任 我就会跟他说 就是我们就是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吧 就是比较不要想到 可能未来结婚的事情 我们就享受当下就好 对 那后来怎么分开的 就是我们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生活作息跟习惯 有点不同 因为我在一起前一任也是同居 因为我在一起跟他两年多 也是同居两年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同居的状态 然后我就是在生活作息上 我会非常的需要公平 就是我会觉得 你付出多少 我就付出多少 我不想要你多付出 因为你的多付出对我来说 我会有一种压力 就是可能是我 可能今天这段 这段饭我出了 那下一段你出 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就是可能约会的时候 我会想讲 对 那只是后来后来 就是这样的习惯到后来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健身教练 然后我需要很多的高蛋白 鸡胸肉 我每天都要去吃这些东西 对 那我自己知道 那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会去买 可是他就是很贴心 就是他发现快没了 他就赶快自己去订货 去补货 很贴心 很棒啊 对 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心情会觉得 干嘛买 就是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表现的时候 我会说 就是谢谢宝贝帮我买 就是很谢谢他 但我其实心里会觉得 其实不用帮我买 我可以自己去买 对 然后甚至是我们在互相 甚至送礼的部分 我都会觉得 就是不要送得太贵重 对 贵重 因为等于你送我这个了 我就要想 那我要送什么给他 不是说不行送 只是我会觉得 我们就刚刚好就好 对 因为毕竟 我会觉得在金钱色方面 不要跟另外一半 有太大的纠纷 会比较好一点点 对 所以其实他讲的 我觉得他做的都是想要 对你好的事情 可是反而让你有一些压力 非常有 对 就像很多小事 像是我觉得 这个事我就讲蛮久 就是洗衣服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家的时候 他不喜欢洗碗 我就说好 那我洗 所以碗我都会洗 然后那你来洗衣服 他就说好 他要洗衣服 我就觉得这样就可以 大家讲好了 那做到就好 可是他长 就是因为他工作时间比较长 然后他就是说 他就会洗完衣服之后 就放在那里 然后我可能第一天看到 我就没有说 然后可能过两天打开 还在那里 我就就问他说 你不是说要洗衣服吗 然后他就说 我就整天都要工作很忙 可是他的工作就大概讲 就可以做了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我洗好了 我洗 我可以 我现在洗是一样晒 可是他会说 你不要动 我来洗 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分手的吗 对 就是因为 只要 哪一天什么事情 到某一天我就受不了 我们就也是因为 可能类似像洗衣服 或洗完这件事就吵起来 整个大吵 那时候大概三晶半夜 他那时候好像也正在 还在正在工作当中 然后但是他就直接 跟我大吵 然后我就直接 我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 把我所有的不满 什么洗衣服 然后洗碗 然后买东西给我 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再买给我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买 然后我就跟他讲 所以他就吵 然后我就在 当下我们租的地方 我就整个说 我现在就要走 我就打开门 我说我现在就要出去 可是他就想拦我 然后因为其实那个凌晨 其实我们的声音 已经大到邻居应该都听到了 所以他就那时候 他当下的情急 他就拿着棍棒 棍棒 挡在门口 然后不让我出去 他说你现在给我 留在这里 不能走 然后其实我当下也知道 我们情绪非常的高 但我就觉得 那就 就是不要聚下 因为我觉得聚下 可能会有可能更不好的后果 然后我就当下就是安抚他的情绪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吵 我会留下来 那我会在那边睡一觉 但隔天起床 我就要走了 所以我们就在 那时候吵人家 隔天起床 我就离开 就是离开他了 就这样分手 对 就这样分手了 对啊 听起来有点惆怅 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事情 所以你经过这两段感情 你对感情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这一 可能过往的恋爱经历 我比较没有比较长的空窗期 就是七年嘛 又两年然后都同居 所以我比较 感觉好像我没有去 更认识自己 或是去活出 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比较更喜欢的就是 自己的 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跟 我还是会去认识人 但是我是去享受那种认识人 然后可能聊天 然后不断地发生 他有一些事情那种新鲜感 但是就是不太会想要再去同居 结婚或是在一起 目前的现场我就觉得 我现在一个人的生活 还不错 对 就想要保持单身 好 杨青哥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他在感情里面 他的抗压性好像比较小一点 就是他承受一些压力 他就会很想要走 他会想要 他也很害怕给任何的承诺 别买一个鸡胸肉 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对 可能一般人生会觉得 陪你老婆帮你准备 你可能说好贴心 知道我要吃 可是对他来讲 这些种种都是压力 是 你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好可惜 其实美好的感情 是 我愿意为你付出 你愿意为我付出 我不太去算这个东西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在 那种两个人的情感的融合里面 这样子算来算去 其实会让人感觉 你已经在花一条线了 其实你在跟自己谈恋爱 你只是想要用 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来满足你自己而已 你其实并不想付出 真正的付出 为那个人付出 其实真正的爱是要学习的 爱不是你从妈妈肚子里面 出来就会爱 人不是这样子 人所有的爱都是跟着 他的原生家庭 跟着旁边的人周遭 一直在教导他 那小朋友 你们养过小朋友知道 很不爽 去吃高级那个什么 高级铁板沙 还要带着他们 然后四十分钟吃完 可是你们还是爱他 对 你们不会说 老娘今天不爽 你们给我出去 是不是 不会嘛 你还是会爱他 就是即使不合我的期望 我还是继续爱你 还是满足你的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爱 他看到你的鸡胸肉没了 然后他愿意付出 其实你应该 你应该珍惜 因为这种好日子不多 对 真的 就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那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而不是就是说 把这些话得这么清楚 害怕失败 其实如果你之前的 关系失败了 其实要想一想 我怎么样让他变得更好 我只是想讲 就是人生是这样子 好的东西都是贵 但是我感受到好像 年轻人 年轻人 好像对于多一点付出 或者是为这段情感 扛一点什么责任 好像你不太愿意 当然不太愿意 你就可以轻松地一个人活着 先把一个人过好 先把一个人过好 可能你下一段阶段 比较容易进入两人的生活 要不然你只会创造 双倍的灾难而已 我觉得 就是先把自己顾好 先把自己顾好 方安你现在这样子 也其实蛮好的 小事情的包容 真的是要学习的 因为我先生就是 常常会让我翻白眼 我也会做让他翻白眼的事情 是 其实每个人都会 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 我常常那个卫生纸 就在茶几上而已 我也是替他两下 阿宝拿一下 就是这种小事情 然后我衣服 也不是我洗 然后洗衣机洗嘛 衣服它亮 碗它洗 垃圾它到 反正它看不下去 它通通会全包 是 我们家也是这样 就是你看不下去你就知道 这是Team 对 就是我们是队友的关系 我做不到的你就帮我做 然后你做不到我就帮你做 那其实大家对我默契 这样久了以后 你会真的就觉得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棒 我们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 在人世间找不到的 对 我们就是因为家人 才越来越有默契 对 就是爱本身是 无法去算跟衡量的 因为你开始举一是家人的爱 家人之间就是一个 大家彼此彼此互相补上的 那个你缺乏那一部分那个爱 那我觉得可能跟他之前的家庭 确实有一些关系 你学会接受爱 你才有能量去爱人 那可能会开启你新的爱的雷达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刚刚说着说着 吵吵闹闹闹 这个敬香爷结婚八年了 今年有庆祝 是啊 今年终于庆祝 我们的结婚周年了 而且我老公还特地订餐厅 然后买了一束花 带我去庆祝 这是我这几年 一直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都是 二十四小时要带着孩子 然后没有后援可以帮我雇 好不容易熬到两个孩子 都去上幼稚园了 我记得那时候 两个小孩同时 都去上幼稚园的那一天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 在结婚前那五年 我们完全没有一起去电影院 看过电影 因为小孩子不可能进去电影院 我也会怕吵到别人 那我也没有后援 所以当两个孩子 都一起去上幼稚园的时候 我老公就说 走吧 我们去看电影 对啊 我们那天就是有这种重回 那种情人之间的感觉 然后就约会 然后现在孩子们 白天都去上课了 现在只要是下午四点以前的时间 都是我们夫妻的时间 现在就是白天就可以一起去约会 一起去干嘛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神队友婆婆 我的婆婆超好的 她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诲 她就会带着两个孩子去教诲 她就会说 我带孩子出去 你们两个自己享受一下 一整天的时间 就让我们可以冲回那种情人之间的感觉 所以整个来说你觉得 从情人变成家人 这八年来你觉得是好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蛮自卑的 因为我嫁到台北来 我一直都觉得 我就是一个乡下的女孩 所以在道远面前我会觉得 我好像黄脸颇一样 因为我每天都关在家里 要做家事照顾孩子 完全没有打扮 我也不像台北的女生 这样子就是很会打扮 然后都漂漂亮亮的 又身材又都很好 所以我非常的自卑 所以我常常会跟她讲说 老公我 你自己出去外面 你看你去拍戏 去上通告 然后烧烤电忙 你身边都围绕一堆女生 我会很担心 而且在交往的时候 她都跟我炫耀说 她以前交往过的女孩子 都是model 所以我就会很担心 我说那你这样出去上班 我自己在家里 我觉得很不放心 那她就跟我讲说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就是以前玩过了 所以我现在结完婚之后 我就只想要安定 所以她就说 你千万不用担心 而且我们那时候 结婚之前 我们就有约法三章 她嘴硬 她心里想说 我已经选了最好的 好不好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就是你最棒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 有约法三章讲过说 第一条就是 你绝对不能外遇 然后第二条是 你绝对不能动手打我 第三条是 绝对在婚姻的这一条路上 不管怎么样吵架 怎么样斗嘴 就是不能提到离婚 这两个字 对 所以这八年来 这三件事情都没有 都没有做过 所以我现在才会在这里分享 那我觉得道远很棒 非常棒 而且最后一个 绝对不随便提离婚两个字 会让你们有一个底线 就是我所有的问题 我在这个关系当中来解决 其实这是对的态度 OK 好 慧永你是交往也到现在 八年了 结婚八年 八九年 我每次问我都要想一下 而且刚刚讲到说 那个过纪念日对不对 我去年才把我老公生日给忘了 对 真的是到现在已经 几年了 哪一天是什么节日吗 忘记了 真的是 八年烦恼不老期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说最近才敢开口聊 有什么现在可以撑到现在的 对 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还蛮常 有时候会坐下来谈谈心 因为刚刚讲到他们闷骚了一个人 这个我不挖点他的情绪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因为我们刚好工作都是媒体圈 然后我们两家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彼此 我觉得倒也不是说不能了 而是不敢 谁都不敢去 好像有一个界限在那里 好像我先提了 不知道会不会就为了一个 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炒起来 也没必要 可是渐渐地就发现说 其实不会 当我们说出来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互叮 就是我可能觉得说 他讲的逻辑不同 然后他就会呛我说在引凹 之类的 就我们想法也是会不同 可是当大家可以坐下来 用一个轻松愉快的方式 这聊着聊着 反而会更了解 你是怎么想 看待很多事情 你是用什么样的观念去面对的 你的观念是什么之外呢 跟其实用这种轻松的方式 我觉得两个人 距离是会更近的 所以你现在对于 婚姻爱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重点 就是说在恋爱的时期 大家就是会有一个 就是很恋爱恼的状态 就是什么事情 我都觉得说 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进入婚姻 本来就要思考很多 你不要想着说 进入婚姻嘛 然后就是我一定要 就像当初像情人的时候 我一定要能定期约会 我一定要能干嘛 就是不要把目标定在那里 而是把生活去过好 那其实感觉很像 白开水似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你更需要的 而且两个人之间 有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差异那么大 可是那才是互补的 对 OK 好 我也要杨琴哥 你觉得在婚姻当中 是情人 是家人 当然每个人的案子都差很多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一个最好的关系 我觉得我现在是最好的关系 我太太常常会跟别人讲 我们好像每天都新婚 那其实我什么也没做 我就是知道他要什么 就是我后来我们的关系改变 我就是去思考是说 他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我就做那个东西就好了 然后你知道他就每天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我老公 每一天都在满足我 那后来他也开始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你只要一做 他就会做 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喜欢聊天 可是我可能跟你老公一样 就是那种很闷的人 再回家就变这样 知道吗 就或者是吵架的时候就会生气 然后就会闷在那里 因为其实男性 对于处理自己情绪 这件事情不是很在行 如果没有好好教的话 其实不是很在行 那我太太她 她是情绪收放自如的那种人 那但是我知道她喜欢聊天 所以我就会去找一些东西 我甚至晚上睡觉 他就说你讲个故事来听 这样我比较好睡 然后我甚至会要准备书在床边 然后我念书给他听 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很好睡 要不然就是有些时候一起去运动 他就知道我喜欢运动 所以他就陪我 那运动他又要叫我一边 可不可以一边跑步一边聊天 我就说跑步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总是挤一点东西出来 然后这样子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来这边跟大家 我们做节目聊一聊 我回去就会跟他讲 我今天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觉得今天表现得好不好 我的感受怎么样 其实这以前我都不会去讲 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提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东西聊 就不会你做我的我做你的 就没有什么互动 但是他觉得这样是他最能够满足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喜欢做饭 这件事情 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 以前都是他在做的 有一天我就说我来做饭好了 我想说我做一下 没想到做一下 然后他就很满意 他就跟我女儿讲说 谢谢爸爸 做这么好吃的菜 其实我做的并不好吃 但是他知道我很喜欢被夸奖 所以我一夸 他一夸你知道我就觉得说 明天我还要再做 我就一直做下去 就做了好多年 可是他每一次他都会夸我 他就说爸爸做的菜真好吃 秘诀在这 对你知道他一夸我就会做得更厉害 因为我就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对的 我只要做下去他们就会很满意 所以男人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任务取向型的 就是我知道这任务 我就把任务做 然后我就会得分 我一直是那种打球的概念 我可以得分我就一直做 所以我发现 当我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我太太就会很满意 然后她就会开始想到我要什么 你知道我有一天我们去买菜 然后她就买了水果 她就说 她说她先去买水果 然后放到我车上 然后我再去停车 这样她就可以比较浅 因为水果很重 就她买了一堆莲物 我一看我就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我喜欢吃莲物 她根本不太吃莲物 所以她买莲物 她就告诉我说 老娘帮你买莲物 老娘很爱你 我知道你要什么 其实这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 关键 当这种事情你被满足的时候 你说有一个人这么在买你 其实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哪里约会 当然去约会也很好 我会每一年还是带我老婆出去 但是就是说这种平日 要不然你出去玩 如果又吵架 还不是不出去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天 你都去思考对方药水 如果你真的抓对了 其实你们两个关系 一定会越来越好 OK 好 所以其实从情人变亲人 感觉是个逼近过程 但是婚姻也不见着恋爱的粉末 因为你还好多好多的关系 要去学习去经营 你不断地去学习这段关系 然后去建立这关系 然后去探索这关系 知道对方要什么 而且对症下药 不断地满足他 甜蜜感就会自然地滋生了 祝福大家 很棒 天天都像新婚一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